一座 描绘贵州各族人民 龙州进度 载歌载舞 欢庆香港回归祖国 云南省人民政府赠送斑铜花雀瓶 吉祥一尊 斑斓的孔雀飞到紫荆花盛开的香港 给同胞吉祥的祝福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赠送纯羊毛挂毯 山高水长衣服 布达拉宫与南海遥相呼应 彩虹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陕西省人民政府赠送铜铸雕塑 三勤庆回归一尊 三个红绸飘绕的鼓手 展现了陕西人民对香港回归祖国的欢欣之情 甘肃省人民政府赠送桃燕 九九归一一方 九条游笼 团绕燕池 寓意九九归一 香柏根雕底座 寓意盐黄根脉 与黄土相连 青海省人民政府赠送挂毯 青海朝永庆回归一湖 手工编织出青海湖的壮丽景观 表达各族人民对香港回归之情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赠送贺兰石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赠送手工毛之壁毯 天商光颗一湖 展现新疆各民族在歌在舞 庆祝香港回归的欢庆场宴 在当晚八点 播发了查尔利总理给中国政府的贺信 同时 对泰国各地华人庆祝活动也给予了报道 7月1号早晨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街头爆摊比平时生意要好得多 就连色彩也热烈起来 几乎都有红色 因为所有的华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 用大幅彩色照片和套红标题刊登了香港回归的消息 而且各家报纸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同一幅照片 五星红旗高高地升起 为了抢发香港回归的消息 各大华文报纸都在6月30号晚和7月1号凌晨时刻关注着电视直播的情况 同时等待着自己的记者从香港发回的照片 新洲日报在5月12点后将拍摄下来的电视画面立即制版复印 并于凌晨2点05分印出了第一份刊登有香港已经移交给中国彩色照片的报纸 从7月1号早晨的各家报纸版面上看 包括英文报纸在内的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香港回归的消息 两大华文报纸 新洲日报 南央商报 还发行了特辑 还有许多华人因为看不到夜里的电视直播的香港回归的节目 早晨便站在商店里的电视机前面观看重放的香港回归庆典 我情天眼往前埋在上面 文旺的日子 7月1号香港即将回归祖国 这是中华民族血洗百年耻辱的跨时代的盛世 这一天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上万名华人同胞 胡老少聚集到芝加哥市中心的代理广场 来欢庆这一民族的大喜日子 芝加哥市政府特别批准6月22号为中国日 上午11点30分 大芝加哥地区华人留学生庆祝香港回归万人集会大游行 在芝加哥市政府广场举行 大芝加哥地区庆祝香港回归委员会主席陈济明先生 首先在集会上致辞 他对香港回归祖国表达了欣喜之情 他说香港回归中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祖国将会更加强大 全体海外同胞为之欢欣鼓舞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黄东碧先生也在集会上发表助辞 12点整 美洲东方卫星电视总裁本次游行总指挥 子凡先生宣布万人大游行开始 华人游行生首届中国日 庆祝香港回归大游行 现在开始 为庆祝香港回归中国 芝加哥市政府特别批准在中国日燃放鞭炮 在喜庆的鞭炮声中 威武雄壮的武师和凌空飞腾的巨龙 出现在万人大游行的最前列 三十多辆风格各异 具有浓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彩车 缓缓行进 来自华人社区的艺术社团 表演了传统民俗 民间艺术 以及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游行小品 吸引了无数观众 发扬中华民族传统 沿袭中华民族艺术 是海外华人同胞 世世代代保持的习惯和传统 人家中华民族的赢品 有什么的 人家中华民族的赢品 在外面上出现 人家中华民族的赢品 发扬中华民族的赢品 人家中华民族的赢品 是海外华民族的赢品 人家中华民族的赢品 都华民族的赢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